媒員來了媒員 媒員來了媒員 媒員 媒員 你剛剛說你是賴老師 跟那個玉琴的媒人喔 第一題改掉了 那我剛剛說你是紅娘 不是啦 我偷偷告訴她說 周玉琴是單身 賴老師本來不知道嗎 你偷偷告訴她 因為賴琴 你也不知道 周玉琴非常低調 你說她單身的事情她很低調 她不強 所以 絕道多數人都以為她 她有老公 所以賴老師 那你為什麼要跟賴老師講 是因為賴老師有問你說 玉琴是不是單身人 嗯 這個對我叫什麼 哈哈哈哈 你怎麼說賴老師 應該很多人介紹 我常常搭她的車 你說賴老師還是 我常常坐她的車啊 她會送我 就會聊天啊 我知道她想結婚 我那天還知道 然後你就告訴她周玉琴單身 我就說有 那你也是判斷正確啊 覺得這兩個人配啊 我就說有一個對象非常好 你都不知道 嗯 然後我就提到這個名字 她真的不知道 那你真的就是介紹的人了 她真的不知道 她不知道 對啊 那你就是點醒夢中人那個人 然後她就 她就開始偷偷吃三碗公了 然後接下來的動作 我就介紹她 我們都不知道 真的不知道 請問你們是到什麼時候 因為我們是看了新聞 才知道網友線 我們那個最後戒指曝光以後才知道 你也是看到戒指曝光 那你有問她說你怎麼帶婚結 我沒有 是那個網友 網友 網友發現 網友發現 網友眼尖啊 可是應該是賴老師先帶吧 不是 一起帶 就在秦謙的時候 那個Tiffony是周玉琳挑的 他帶她去 這個很棒的那個 這個細節是這樣 就是 周玉琳就跟她說 你不能就只有嘴巴講吧 玉琳有在網路上面有先分享說 他們那天的對話 就帶老師就說 你不如嫁給我吧 之類的 也不是這樣 可是 那一天很不會追人 那一天很不會追人 然後 然後對他對我們都知道很棒的人 那老師 兩個人本來就 對他的個性是 兩個都是屬於 有好感 應該說女方對男的有好感 所以為什麼就很容易扯 就是這意思 而且他們認識很久 那老師就是很 很Gentle 像君子 不是啊 他不知道如何approach 你沒教他兩招 你應該是高手 那個周玉琳自己講 說他給他一個line 說 我們約會吧 哇塞 是女的給男的 男的給你的 你有看過這麼重 我們約會吧 這樣 關國念書都沒有 太 關國的浪漫 哇塞 這種太低調浪漫 關國的浪漫 關國浪漫一點都沒學到 沒有他學到廚藝 因為賴老師真的很會做菜 戴口罩 後來有一個新聞 說賴幫前妻修房子 偷偷的幫前妻裝潢 結果聽兒子說那個房子爛 他就幫他裝潢 就趁他們出去的時候去裝潢 裝潢後來 後來我一個朋友 你知道嗎 我的前妻把這個發給我看看 哈哈哈哈 他人 都很照顧 那是說 沒有他不同的照顧 他 對 被抓到了 不是 他被 他被周玉琴有情 對前妻有義 有情有義 對 老師真的是有情有義 周玉琴 有兩件事他感動到周玉琴 一個是便當對不對 不是 什麼牙齒什麼那一天 他有跟他講說 你要弄得很細麵 弄得很細麵 弄得很細麵 就表示很體貼這樣對不對 那是一個嘛 那另外一件事是什麼 還有一件事是 他 記下他不能吃的忌諱 真的喔 每個便當都閃過的一些菜 很用心 So sweet 他不能吃韻 不能吃辣 不能吃羊肉 都已經這樣子 不能吃起司 不能喝牛奶 你知道嗎 那他是想偷偷把它 我都記得了 哈哈哈哈 你都記得了 你記幹嘛 看了一次我就記得了 他講出來 哇賽 賴老師太細心了 那你對你老婆應該也是非常 那個 就從小過後不忘啊 這個是缺點也是優點 好厲害喔 功心為喪 用照片做得很好 對用照片做得非常好 他今天作為秀足照片 嗯 今天在那個新聞 我看有一個網路新聞 好多張他們那個 還有一張是他們兩個去運動 嗯 哇 這張應該有吧 這張有 這張有 這張是做郁琴自己去的 這張是比較那個 叫做什麼 正式休閒版的 他們還有一張運動版的 那張有些看起來好不好 就是在那家 餐廳吃飯 嗯 玉琴很喜歡美食啊 他常常喜歡吃 那不是這個不吃那個不吃 所以他說賴老師做得好 就表示賴老師真的手藝很好 廚藝真的不好 非常好 有一次他跟他 你有吃過嗎 我沒有吃過 哦 我們不是玉琴所以我們吃不到 對 哈哈 賴老師看起來就蠻細心貼心的 他在法國留學應該學到不少 對 可是做到這個級別不容易 他說他去跟著玉琴吃飯 吃凍波肉 然後賴月仙就說這個做得好差啊 那這位型就不相信說 這個已經是很好 很有名的店 他說你來我家試試看 他就真的做得比那個好吃 那你還說賴老師不會追 這個我覺得這招 這個已經到了比較後期 人家就是女人控制男人的胃 賴老師是男人控制女人的胃 這更厲害了吧 所以 所以 會做菜料 蠻有加分的 我覺得主要還是互相有好感 我覺得有緣 緣分 所以不需要特別追 因為做疫情本來就欣賞 主要是兩個都 結果有一天他突然跟他講說 你嫁給我吧 就是他講的這個 不是那一種 對 然後做疫情就 有點 我們應該改一個題目 彈是怎麼 你要讓我想一想 我們今天 有一趴就直接聊 怎麼追女生 做疫情回去問他媽 他媽說 這個值得嫁 對 丈母娘看上了 通常丈母娘認證 其實 賴越賢有蠻多這種 偶阿上傳的 我覺得應該賴老師 絕對是很多要想幫他 介紹好的 我 我 我群組有好幾個 都是60歲以上的女生 那賴老師 他們都很喜歡賴賴越賢 那他們這邊不都很傷心 沒有啦 賴夫人 賴夫人 已經有人 他們就說 這個對手他們服氣了 就怕一個他們不服氣 畢竟是可以服眾的 這個女人他們覺得服氣 他們服氣嘛 這個女人喜歡的時候 他就會討厭這種 這個是重點 因為到時候 如果不服氣的話 就會一直出來講 就講閒話 但是我看現在 大家的祝福都好 比如說如果是周遇寇 就說不值了 剛剛想說差一個字 哎呀 哎呀 很開心 我真的為他們很開心 我看那個賴老師 我看賴老師 還蠻像就是外交官的那種風度 Cheese 有一點 賴老師應該是一個 內心很熱 很generman 但是他 他會比較ㄍㄧㄧㄧㄧㄧㄚ 門燒啦 門燒 獅子座 他獅子座 可是他 他 他把你當顧問的啦 其實他的 所有的心情都寫在臉上 你不覺得 藏不住啦 所以我才 所以我才 我才很好奇說 你是怎麼追的 我們什麼都不知道 我真的蠻保密 我是對他的地下工作有興趣 她想要研究她的地下工作 媽媽說 八月十五 八月十五 下次有機會真的來問一下她 是地下工作怎麼做的 她其實都沒有 她真的是很保密到家耶 我們一下 不是她是 不過她因為是說疫情比較低調 我認為是很快就決定 OK 就我跟她講說她是單身 那個我跟她講大概就是半年前 那時候開始空了 因為她本來以為不允許 因為這輛兇後來就比較少搭她便車 沒有沒有 還是繼續搭 我跟妳講 那個當生廣跟我講一遍 我後來才知道 所以她從此就不上當生廣的節目 真的喔 因為做疫情九點下班 OKOK 當生廣是九點到十一點 她當生廣就說奇怪 為什麼都約不到你 原來是她利用週一群下班之後的時間 所以約她八點到九點她一定來 後來她才開始上 因為一開始有點不好意思 因為週一群不想 不想太完整 不想玩朋友變成來賓 她一開始有點尷尬 好不懂 而且配合就一起下班 她可是確定了這九點以後就沒了 所以單身廣你幹 我唯一的受害者 唉唷 單身廣是最危險的受害者 太好笑了 唯一受害者 好啦好啦 明天會相信 拜拜 大家真的是 哇